现在就看到的 现在看到整个社会的人是这种现象 没法的收拾 教之道归一转 这一句话是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从06年 我们在巴黎办这个活动之后 把我们的教学成功 展示出来 这个教科文组织总部 给我们一个展览庭 我们做三天的展览 我参加这个活动 只有两句话 告诉联合国 告诉世人 第一句话就是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这个我讲了很多 也讲了很久 要想化解冲突 社会大众从老到少也是全民教育 男女老少一起学 学什么呢 都是在受电视教育 网络教育 那么这个电视网络的内容 都是暴力色情杀到一望 从小到老都受这个教育 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呢 那不乱那么你教育就失败了 他又乱的时候 就是你教育成功了 所以人是教得好的 人也是教得坏的 人没有这个善悟 那就看你怎么个教法 所以这本性本善 我们肯定 这个理念 这是真的 所以真 我们从这个弟子规 这是儒家的根本 也是我们中国 五千年家教的基础 弟子规这本书 就是中国自古以来 家教的极大臣 也等于说是家教里面 共同需要学习的科目 所以这很难得 那么感应篇呢 是道教的基础 道家的基础 十善业呢 是佛家的基础 所以中国传统这个学术 到汉以后啊 这变成了三家 如是道三家 这三家的根 重要 没有这三家的根 你纵然是 尽必身的力量 去研究 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成为学者专家